接下来这个也有点类似 也就是我先测个底边 底边的话是100 所以直接输入100 Enter Enter之后呢 按空白键结束 那这边画一个85 这边是45 可是问题在哪边 就是他们的焦点在哪里 三角形的那个点 我应该抓哪里 所以这个跟我刚刚那一集有点类似 我可以画圆有没有 然后以这个端点当中心点 点一下之后呢 往这个方向多少呢 85 对不对 半径85 另外一边呢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重复圆 如果同样的指令 按右键都可以 那这边过来多少 45 他们就会有个焦点 这个焦点 就是我这个三角形 最上面那个端点 所以呢 我直接可以把这个 上面这一条线 直接从这边连到哪里呢 它的焦点 再连到这个端点 最后把这两个 这两个圆有没有 选它 选到 选到 按底利者 那这样 这一个三角形就画出来 也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 画圆 当成类似圆规的一个方式 去画出你要的一个线段 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它标注一下 对齐式 从这边到这边 确定一下 是不是 右键重复对齐式 从这边到这边 看是不是 那最后这个底下是水平的 所以标注的时候 记得用线性 从这个端点到这个端点 标注出来 有的时候 有没有 应该100 可是你为什么变成100.28 有没有 实际上是因为我抓到 这一条线的端点 再一次 标注 线性 那记得一定要是这一条线的端点 这个到哪里 到 这个线的这个端点 有没有 抓出来才是100 很容易会抓到别的端点 因为这个上面也是端点 这边也是端点 所以 点点 你如果抓错点画出来 结果就错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要特别注意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